男子二人组和农夫今日受邀附某电台进行访问 期间他们和工作人员一起喝鸡汤聊天 在访问现场也是十分随意 完全没有新人组合的紧张感 二人透露他们将于六七月份分别推出新书和talkshow 而且卖点都很统一 想要知道西安琪和房大同秘密的朋友 届时可以考虑支持他们一下 最近有许多歌手都举办了慈善演唱会 以捐助需要帮助的人们 农夫校园他们也很想帮助别人 但是如果开演唱会的话 能不能把门票卖出去都是问题 又怎么帮助别人呢 只是我们的收益就不会赚给那个慈善的机构 用途我们很想 但是有没有收益呢 也是一个大问题 我想问如果我们没有收益 会不会有人赚一些给我们 然后我们就可以赚给其他人 那对了 对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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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了